1月6日上午,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座座谈会在公子厅东庭召开 校长邱永,校党委书记,文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旭 副校长,文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彭刚出席会议 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杜大凯,王明芷,刘聚德,吴前涛,李强,陈来,严学通,胡安刚,谢维和,钱影一,薛兰等参加会议 邱永介绍了2019年学校的主要进展,以及完善学术评价标准,完善学位评定标准,推进学风建设等重要举措 回顾了文科各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邱永表示,希望文科资深教授继续发挥各自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引领作用 结合实际多提宝贵意见,为清华文科发展和学校影响力提升,持续做出贡献 与会文科资深教授,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实践和学校文科发展逐一发言交流 围绕文科人才队伍建设,学术评价标准,教学体系建设,跨学科综合发展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陈旭在总结讲话中表示,学校将认真研讨并积极推动落实,加强过程跟进和成效反馈 建立与文科资深教授交流沟通的长效机制 希望大家宁心俱力,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,在新的一年里推动学校建设再上新台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医疗中文字幕志愿者 律博